好来看到非常有爱的来自三明的企业家 在外打拼事业有成 那么曾经呢在十年前捐赠土地 并且新盖了三宣的活动中心来回馈李明 那么这一次因为疫情的关系更发挥了爱心 发放给三明里总共有250户 3600元的防疫补偿金 那么镇长也来到现场也表示感谢 民众有秩序的排队 按照零礼数准备领取防疫补偿金 这不是政府的补助 而是来自当地三明社区的企业家 酒精工艺基金会 在外打拼事业有成 因为疫情的关系 知道大家生活有困难 所以发放给三明里 共250户3600元的防疫补偿金 镇长江东成也来到现场表示感谢 三明里总共大约有250户的 所有的金领每户作为发放3600元的防疫的 这个慰问金 我想这个取自己社会用自己社会回馈的心情 这个善行议题 我想真的是我们三宣 我们一礼正真的是有钱 很低调的陈先生曾经在10年前捐赠土地 并且新盖三宣活动中心回馈乡里 他表示透过自己的一点努力 这次总共发放地区有三明里 三宣总共有250户 一户可以领取3600元 让里面有额外的现金 共同来对抗这一次的疫情 记者高双双预证采访活动 请不吝点赞订阅